所以我們看到這張圖之後,大概就可以知道說這是一個同期比較 其實應該還是要把一些,就是為了大家檢閱方便 我還是要把就是說,例如說我的一些x軸稍微字變大一點,方便別人來去檢閱 還有y軸變大一點,好,那這個標籤也可以,這個標籤,標籤在哪裡? 資料標籤,然後把這個直設大一點 好,這樣子的話,我想別人去看,應該會看到很清楚 那你會說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這邊230,這是2018年的1月 2018年的1月,呈現在這個地方 好了,我覺得在這個地方,我們分析,因為我們強調應該是網站分析 我們可以從中,從這邊去了解,在同期比較,我們這邊這幾個月是下滑的 去說明這件事,剛剛這邊網站使用,你可以去說明說,這幾個月是低的,對不對? 這幾個月,低於平均,然後接下來在同期比較,你可以發現,因為它居然是跟上一年來去做比較 我覺得這是比較合理的 我們請問一下,公司營業,公司的營運應該以永續發展為主 永續發展一定是要持續不斷的,營業額是上升,獲利也是上升,才能達到永續 那一個網站,你不是為了要去做到那個沒人看的目標 應該是要做到越多人來觀看的目標 所以在這個地方,是不是呈現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可以讓別人知道,這幾個月還有很明顯的一個下滑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來去看有沒有可能做到所謂的趨勢 趨勢,所謂趨勢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當我們今天來去畫這個網站的使用 所以這個直條圖,所以我先選,我開了一個新的視覺圖 然後接下來我點選空白的地方,然後再選這個直條圖 我去做貼上日期,以及什麼這個叫做news title 把news title放到直這邊 好,那我們如果這樣子來去畫趨勢線 這樣子好不好?應該不好 好,我們如果往下再往下 好,這是1月到12月 去畫這種線也不是很好 好,那所以我們應該要看連續性 看連續性 那你覺得這樣子來去看比較好?還是這樣子來去看連續性比較好? 你覺得是以既得角度 這是不是既得角度來去看連續性? 這樣子來去看連續性比較好?還是 月的角度來去看連續性比較好? 原因是什麼? 我再把題目重新講一次 請問這張圖應該會畫嗎? 因為我現在要講的是趨勢 我們從這個網站來去看這個網站 貼圖的時間 然後來去看這些新聞公告的使用 好,那我們現在是用既得角度來去看這件事 可不可以用月的角度來去看這件事? 可以嗎?那你覺得應該用既得角度來去看這件事 還是月的角度來去看它的趨勢? 趨勢知道嗎? 好,如果我們用既得角度來去看這件事 現在既所收集到的資料只有123456 只有6筆資料 那如果我今天是用月的角度來去看 它收集到的資料是不是比較多? 雖然不到30 但是我覺得它的一個這樣子的比較可能會比較精確一點 也就是說 假設你今天你直接問 直接問喔 好,我問三個人 跟問30個人 我做完問卷得到的答案 哪一個會比較接近40 我想應該是30個人 所以你在畫趨勢線的時候 建議不應該是以比較少的那個數字 來去做趨勢分析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去做什麼? 去選擇多一點的 選擇多一點 好,那接下來 大概依我剛剛所講的內容 知道說可能我們要選到 例如說30期 來去做趨勢分析 了解了以後呢 我們現在去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還有什麼? 常數線 好吧 那我先把這個資料改成折線圖好了 折線圖 折線圖 事實上喔 事實上應該 可以畫趨勢分析 可以畫趨勢線才對 好了 那在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去畫趨勢線 有看到趨勢線嗎? 趨勢線 加入 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個地方 有看到嗎? 它畫出來的線 居然是長這樣子的 你覺得 你覺得 對嗎? 那是因為我們前面有太多是0了 可以嗎?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把這個部分拿掉 好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假如說今天真的 真的我們來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喔 假設我今天 我把 這邊頂一下 資料篩選 改 稍微注意一下 我用 post today 改成清單的方式 然後 我用 日期階層 來去呈現 我只要 2016 跟 2017 那 這個地方 可能 這邊 2016的前幾期 還要刪掉 應該是從 2016的幾月開始 可能應該是從 第三季 這個地方開始 好 所以 在這個地方 這個資料報表 可能我在這個地方 那個 年 我要選 大於 大於或 等於 2016 2016 2016 然後 然後 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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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 這個 對 因為這邊的話 分開來 分開來 那 我應該 不應該用這樣子的方式 我應該 等一下 這邊刪掉 我的一個篩選 應該是進階篩選 大於或小於一個日期 是2016 2016 年 7月1號 可是 在這個地方 的話 變成 我的篩選 就不可以用 它沒有日期的方式 奇怪 這個趨勢為什麼畫出來 還是這樣 由 第一碗高 主要就是這邊 比如說 好了 你看 我看 2017年 2017年 有看到嗎 它嚴重是下滑的 可以知道我現在說的這個意思 也就是說 我還是必須要過濾掉 那個錯誤的資料 好吧 那 我就只好 只好不要用清單 這邊我用 不是用清單的方式 用類別 等一下 這邊選 用poster date 然後接下來 我這邊用 2016年7月1號 到2018年的 2018年的1月31號 有看到現在我所設定的一個情形 它就變成一個往下 往下降的一個趨勢 所以如果說你要更精確的話 那我們假設是從8月份開始好了 8月 然後到 例如說2017年的12月31號 好 另外發現這個下降 而且這個下降的一個率 下降這個率 對於我們就是來去關心說這個網站分析 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好 這樣可以了解我現在說的這件事 就是這張報表 當我們在做這個趨勢線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很關心如何畫出來這條線 所以是用這個方式 這裡面趨勢線 然後就可以了解我們的網站實際在使用的 文運過程中 然後發現它是下降的趨勢 怎麼下降 這邊是不是有呈現出來 好 第一 畫這張圖 這張圖會畫嗎 好吧 謝謝 你看喔 我先新增一個新的工作表 第一我是要先畫出來那張圖 好 那怎麼畫 就是網站的使用 所以我用貼圖的時間 然後以及這個新聞 news title 直接放到這個 直這個地方 然後接下來呢 因為我是要用摺線圖來去呈現 摺線圖 好 再來就是 我應該是用連續性的方式來去看這件事 所以這邊是看記 再點一下 是不是看年 月 所以在這邊 畫好了軸跟直 接下來呢 我們變成摺線圖 呈現成這個樣子 我用的是這個連續資料 連續資料 可是呢 這前面會大幅度的影響 因為 因為你去看嘛 這邊前面是不是有一半都是很低很低的 那這邊是不是有一半是很高很高 它就這樣畫出來 這樣子一個趨次線 所以這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把這個前面這個沒有使用的頻率拿掉 這邊沒有使用的拿掉 所以我們就用這邊這個工具 交叉分析篩選器 點 post to thing 然後接下來 設定 設定我的日期 2016年的7月1號 到2017年的12月31號 然後記得按一下英特爾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我就要去畫出來這個趨勢線 怎麼畫這個趨勢線 所以我要點回來這張報表 然後接下來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不是有這個圖示 然後請點趨勢線 趨勢線點加入 這邊是不是就可以畫出這個趨勢線了 那如果 如果啦 我把這個7月 例如說從8月1號開始來 你看這個斜率會更斜 例如說8月 這就是視覺化分析要請各位稍微注意一下的 可以嗎 因為 主要是這邊的值得變動啦 這邊值得變動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喔 人家說資料科學家 其中包含你去做這個大數據分析 未來就是可以讓別人怎麼看這張報表 請問如果你是這個股市分析 看到一個股票從1100跌到700的這張圖 跟什麼 我回到剛剛那一頁 就是這個斜線嘛 因為我們感覺這邊是不是還好吧 可是這邊呢 天啊 趕快賣吧 對不對 這都是製造假象 可以了解我現在說的這個意思喔 所以請你透過他來去加徐子謝 好請你們先動手做一下 謝謝